大家好 我是比亚迪秦普拉斯55公里切线版的车主啊 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到修理店来了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昨天晚上抖音上有个粉丝他跟我说 这个车的胎压监测可能有点不准啊 而且我看我的车这个胎压也比较低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测一下他这个胎压到底跟 车子上显示的有多大的差别啊 我们app上显示的右前色的胎压是220啊 现在我们让他用这个胎压量一下 214了 要不要打一点 这个上面显示的也是220啊 你帮我量一下看多少 量一下看多少 多少 220是吧 他有一点点乌差正常不正常 正常是吧 这个胎压有247来要不要放一点量一下 也放到220是吧 好高速影响吧 现在我们让小哥把我所有的轮胎都检查了一下啊 跟那个车车带显示的这个胎压是差不多的啊 现在我们把四个轮胎全部打成220 收钱吗 不收钱了 不收钱我就不给了啊 好有点 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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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了